哈喽大家好,我是浩宜 无论你是企业领导者或者是一般员工 相信你对于KPI,关键绩效指标这个名词应该不陌生 KPI目前被广泛应用在企业的绩效评估管理中 达不达标影响着个人奖金 但是现在有另外一项管理工具OKR 这让矽谷许多的企业更推崇并且开始使用 OKR,Objective and Key Results 目标与关键成果 它不同于KPI的是,看重的不是结果而是过程 接下来就为大家说明OKR的两大特点 第一,有弹性,上下沟通密切 各个部门会在每季或每年定出3到5个具有挑战性的目标 目的是让员工了解并且跟上公司的发展方向 之后主管会协助订定关键成果 让员工知道他们该如何达到目标 经由不断的重新检视、讨论 且透过所获得的回馈调整 让企业上下执行具有一致性 所以目标不必设定太多 才可以让员工专注在真正重要的事务上 第二,不牵涉绩效奖金 鼓励员工不断挑战、超越 当关键成果不拒挑战 那么就必须重新设定来激发员工的潜力 但是不要将关键的成果列为绩效奖金计算 这样才能避免像定KPI一样 容易造成员工不敢把目标设定的太高这样的缺点 反而要期许员工将目标设定的更有挑战性一些 自我激励突破自己的极限 整体来说OKR让员工拥有自主权可以发挥创造性 它是一种引导式的管理工具 不与绩效挂钩 然而KPI是OKR的基础 两者相辅相成可以并用互不影响 所以在了解OKR的特点之后 各位企业主们不妨可以亲自来体验 OKR工作绩效管理的魅力所在 打造团队提升执行力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